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上周上述贵指数都收了周K线的黑棒 加全指周K线是收一个小十字黑 全周下跌46点 跌幅非常轻微只有0.29% 另外贵买指周K线也结束了连二红 上周跌幅稍微比集中交易产大一点点 也不过0.44% 换人就是一个微幅的下跌 全周微幅的下跌 不过我们看到月线的部分 三月月K线是上市是连三红 贵买也是连三红 连续三个月的月线红K棒 显示多方的行情持续进行 月线连三红是很强力的多方行情 在技术面上的表征 而且如果看今年第一季的话 那GK线则是连二红 那GK线连二红的意义在哪里 就是说去年第四季跟今年第一季 不管集中交易产跟贵买 指数都是持续上涨的 也就是说这过去半年来 台股的没破底 而且是持续上攻的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基本上还是多方行径了 所以偏多的操作应该还是策略 那太偏空恐怕你会错失掉行情 那至于说后面会不会有什么风险 那这是股市永远有风险 没有一个地方没有风险 你出门吃饭也有风险 你出门搭公车也有风险 你骑个摩托车也有风险 哪里没风险 只是说不是用恐惧 或是畏惧的心态去畏惧风险 如果说你担心出门吃饭有风险 你就不出门吃饭了吗 你担心骑摩托车有风险 你就不骑摩托车吗 这不是正面态度 正面态度是什么 你今天要骑摩托车 确实是有风险 而且骑摩托车 我个人认为风险不小 你就好好骑 你不要乱标 而且你安全帽戴好 你的机车常常做维修 做好检查 然后你守规矩 不要乱标乱窜 像我常常在开车 我都感觉台湾 我们的autopi族 真的是很猛 常常都把我吓到 从我车子旁边这样超过去 前两天我从一个卖场出来 还被一个机车歧视比中止 我真的是非常火大 讲实在的并不是我的问题 因为我有打右转灯 再加上 其实我出来速度非常的慢 我开车是非常谨慎的 我就很怕A到行人 或者说脚踏车 或者是我们的autopi族 因为一A到都不得了 大家都是肉包铁的 不是铁包肉的 我们开车是铁包肉 所以我开得非常慢 而且我又是战车 我的车很大 又是有名的公路坦克品牌 所以我的车子本来就大 又是公路战车 所以说我就开得很慢 开得很慢了 出来还是我会被摩托车吓到 因为一个摩托车很快这样飙过来 他可能也有稍微吓到 因为我已经看100公尺 50公尺都没有摩托车身影 怎么我也不知道 他就是这么飙这样很快的 这样飙过来 他时速至少 我估计 至少在市民大道 我估计他时速至少在90到100公里 这么快速的摩托车的飙车 然后他还对我比中止 所以我真的很火大 你这样子飙车 你这样的危险驾驶 你还对我比中止 而且你自己不顾你的生命 你也不顾别人的生命 所以骑摩托车很简单 有风险 但是你就好好的骑 小心的骑 你就可以自然把风险降低 而不是说我们今天做什么事情 都要担心风险 我们就不做 这不是一个正确的态度 讲实在的 股票市场永远有风险 但是不代表你担心未来的风险 你现在就要逆向去操作 或者是说你就硬要凹 说现在目前是空头行情 明明季线就是连二红 明明月线就是连三红 他怎么会是空头呢 我真的也不懂 看不懂技术分析 最基本的黑线看一下 我想更了解市场的 在我们接下来的访问 到国际政练头库的 洪志乐分析师 洪老师你好 我希望听众朋友 大家廉价愉快 大家不要担心廉价出门有风险 还是要出门逛一逛 第一季大涨结束 第二季的行情会怎么发展 当然从廉价回来 即将迎接第二季 台股在第一季也脚出了非常亮眼的表现 指数从一万四涨到挑战一万六千点 这段时间也创造了像 AI军工还有出能 这些大波段的主流族群 第一季的行情最大关键 无疑就是外资的期限或都是偏多的操作 让指数维持了多方的架构 在有利于多方的环境下 内支也顺时的积极作多 土阳合作就是第一季台股行情亮眼的关键 这个时间点进入了第二季 在放假前的一个礼拜 可以明显的感受到内支的资金没有太积极的参与 而外资是依然的偏多操作 这表示国际的一个市场 如果不要在我们放假的一个时间出现重挫 那内支在放完价后 回头买进的几率相当的高 所以今天我们也针对第二季可以留意的产业来做分析 这次放假回来会先被市场关注的方向 一个是法人在过去一个礼拜积极作多的股票 那法人最近刚买进的股票 背后一定有它的原因 另外就是三月营收公布好的一些公司 那我们大致整理一下 长假前的一个礼拜 法人买超的股票 当中选机党具有这个代表性的个股来说明 从法人动作来分析 第二季可以留意的产业 第一个就是 这两个交易日非常火红的记忆体的产业 从美光提到客户的库存 情况正在好转 预估这个产业的供需平衡将会逐渐的改善 那记忆体产业最艰难的时间点已经结束 到南韩的三星电子 传出有意改变 之前坚决不减产的态度 考虑开始着手的减产 让业界说这是拯救低润和储存型的快散记忆体 事况最关键的行动 根据之前的一个讯息 原本市场都预估第二季 低润和储存型的快散记忆体 都还会继续的下跌 那现在美光公布了最差的一个状况 已经过了 又有三星打算减产 让记忆体的产业提早的一个落底的可能性 就大幅的增加 那法人筹码也是这样来反映 南亚科 华邦店到群联威刚 整个记忆体的上下游都呈现法人一起买操的现象 当然第二季记忆体产业一定是观察的重点之一 那记忆体产业的复苏呢 也表示呢 过去最受市场看坏的半导体的产业 现在呢 都准备了从谷底回升 那第一季面板驱动IC呢 领先的落底回升 那面板的一个报价呢 也是呢 在第一季呢 直接回升 接着第二季呢 记忆体又又传出了好消息 那整个这个半导体的产业呢 是一起的轮流好转 那法人在过去的一个礼拜 不仅仅是买操记忆体族群 像ABF载版的3037的新星 8046的南电 PA的8086的红杰科 也都呢 开始有投信了连续的一个买操 那为什么第二季呢 我会特别的注意呢 半导体的产业 大家呢 可以留意哦 费城半导体的指数呢 在美股的四大指数当中 费城半导体指数呢 是领先创下今年来的新高 接着我们看呢 外资呢 对于半导体产业的态度 开始有偏多的这个报告呢 陆续的来发布 像宏杰科外资呢 就提到 因为呢 看到公司呢 三到四月份 开始有几单 那股价呢 一口气呢 从四十块的目标价 调高到八十块 那全新呢 同样呢 被外资的李昂 出具研究报告 投资平等的调为买进 那报告的内容呢 预估呢 它的第一季 营收呢 是季减接近三成 但第二季的季增呢 是回弹到七成 这都符合呢 先前我们在节目分析的 不论是呢 记忆体 面板 PA到ABF呢 毕竟第一季的营运的谷底之后 有望呢 在接下来准备迎接呢 拉货回补潮 所以呢 相关的股票呢 在第二季呢 我们都能够持续的来做追踪 好 那除了记忆体是可以持续追踪以外 另外呢 就是最近光通讯族群似乎啊 也有法人的买盘进驻 像上个礼拜 像企机啦 这个华星光啦 这些似乎呢 都有转强的迹象 尤其是企机啊 拉上去非常明显 不晓得黄老师 怎么看光通讯族群呢 包括网通族群 可以一并帮我们在 这个 这边做一下分析吗 当然莫要用提的 没有错 那最近这个礼拜呢 投信买进了 而且股价带头创新高的 就是呢 光通讯的类股 那六二炮的起今呢 在这个礼拜创下新高 土阳满 这个法人呢 同联手的一个买进 4979的华星光了 也开始呢 有投信的买盘 那六二七四的一个台药呢 也同样呢 是投信过去呢 连续买进了标的 那三零八一的联雅 也开始呢 有投信呢 在底部进场 这几档股票呢 都是在反映呢 网路的流量的需求量变大 资料传输的速度呢 要快 所以呢 把这个光通讯的一个设备 升级到400G 那5G网路所带动的 资料中心的升级槽 会让呢 这个相关的设备厂呢 迎来这个换机的一个商机 那根据呢 过去的一个统计呢 每十万台的一个事务器呢 就要搭配 一万台的高阶网路的交换器 以及呢 一百万组的光纤的一个通讯 收花模组 那从去年开始呢 国内外呢 大型的数据中心呢 已经开始尝试了400G的技术 可以预见的是呢 400G的网路交换器跟光通讯的技术的 商用的一个通 的运用呢 在5年内应该呢 都可以看到 所以呢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我们现在的生活呢 对网路的使用量是越来越大 你使用的一个line呢 在家里呢 追剧 无时无刻呢 都需要网路的一个流量 所以大型的资料中心呢 提升高速运算的需求呢 是势在必行 那这个趋势呢 就会让资道商机的光通讯的类骨呢 它的一个今年的营运呢 有明显的一个提升 那像6274的台药 公司本身呢 在这个同伯基板产业里面呢 就是专门研发了超高速的一个材料 公司呢 高阶的材料呢 占比了首度的突破的适程 那主要就是供应给这个 网通大厂以及资料中心 那去年的因为呢 网通晶片呢 是因为缺料 导致了相关的设备的建制的速度呢 有所延迟 那让公司呢 获利呢 降到4块多 股价呢 也出现了大幅的修正 不过呢 过去五年呢 公司呢 平均都是能够稳定的获利在 7块钱上下的一家公司 那今年呢 在网通晶片呢 不再缺货之下呢 400G开始呢 导入了各大的资料中心 那我觉得呢 这个台药呢 谷底呢 已经过了 那接下来准备呢 迎来了 成长的一个条件 同样的 同样的在上游晶片的厂的一个 308E的这个亚 这个联亚呢 终端的一个模组厂的像华星光 或者是呢 近期大涨的3017的旗虹 公司呢 也是呢 以15G散热为主 可见呢 网通的一个升级 400G的一个商机呢 已经有很多股票 不是呢 股价创新高 不然呢 就是呢 法人连续这个买进 所以呢 第二季呢 这个产业 我觉得呢 也是可以大家呢 特别来注意的 另外传出来就是说 特斯拉为了降低成本 就是要减用SIC碳化系 第三代半导体 那同时呢 因应整个电动车 必须要往这个 所谓相关的领域发展 那减用碳化系呢 它就必须要去加IGBT 那也就是说用减用75%的碳化系 那去加上IGBT的方式呢 去降低它整个 在电子零组件上面的成本 所以是IGBT功率元件的公司 最近似乎也还蛮强的 像鹏城啊 在上周 这个股价也明显的有拉升 不晓得 黄老师怎么看这一个市场 我想呢 使用电子呢 因为呢 电动车 这个节能的一个商品呢 出现了这个大爆发的一个成长 很多人呢 都觉得呢 这个电动车呢 未来呢 还是呢 是一个主流股之一 所以车用电子股呢 也在这个放假前呢 最后一天呢 表现非常的亮眼 625的滑鼓呢 是再度的涨停 过去呢 我们在节目也有提到呢 针对呢 车用电子股的一个选股方向 会开始呢 出现了分歧 那今年 中国大陆的电动车呢 开始呢 想着要降价来销售 那过去一路呢 成长的中国的车市呢 这几个礼拜呢 开始传出了下修的一个声音 那像6279的一个胡莲 车用的零组件呢 大部分呢 都是以中国的车厂为主 我们可以看到呢 胡莲的股价在这个礼拜呢 这几天呢 是逆势的跌破的年限 而且呢 创下今天来的新低 那同样是以呢 中国汽车为主的 4551的一个自身科 股价呢 也同样呢 是跌破了年限 所以这几档的股票呢 已经可以证明呢 中国的一个车市呢 目前呢 确实在下修的一个阶段了 那相对的 我们可以看哦 以欧美市场为主的一个 汽车概念股 像今天 今年呢 投信呢 青睐的6288的廉家 在他的一个法术会 也有提到 这个订单呢 已经呢 接到了后年 而且公司呢 供应的欧美的汽车品牌呢 比较多 以北美市场为主 他今年呢 也正式的供应了 胡思电动车订单的 像3162的精确 在欧洲呢 新厂呢 开出来之后呢 今年的营收呢 也没有疑虑 所以车用的一个 电子股的一个选择呢 当然我们第一个 是以这个公立元件呢 这些公司为主哦 理由呢 之前我们在节目也有提到 那特斯拉因为呢 转向这个IGBT哦 让这个3653的一个建策呢 股价创新高哦 那IGBT呢 开始传出了这些涨价的一个声音哦 那将会呢 连带的带动的相关呢 车用公立元件的一个个股呢 受到市场的一个关注哦 像同样呢 有IGBT的这个825的一个盆程 以及呢 他转投资的 这个2342的一个帽系哦 一到这个公立元件的 像这个台办啊 德维 以及呢 车用导线价的一个借铃 顺德还有长科呢 我们都可以特别来注意 像我们在这个放假前哦 最后一天呢 就是买进了6548的长科 那也在盘中呢 顺利的工上涨停哦 那长科呢 这家公司 大家呢 可能比较不熟哦 其实呢 顺德还有借铃 以及呢 长科呢 都是一样 是导线价为主的公司哦 那今年长科呢 车用的导线价呢 这个比重呢 已经来到了45% 那其中呢 切入所谓的车用的miniLED 以及呢 导线价呢 都是公司呢 今年最看好的一个区块 那公司呢 也是在第一季 条线呢 没有太大的一个 比大盘呢 来得亮眼哦 像这种呢 第一季呢 比大盘 不强的一些个股呢 但是呢 在这个第二季开始呢 基本面 开始转好的一些公司呢 都会是呢 我们第二季呢 可以特别去注意的一个焦点哦 好 另外还有就是 今年一直在轮动的 像军工概念哦 不管是造船的 或是说造飞机的 这个进攻概念 或是说相关零组件的厂商 以及呢 节能 除能 绿能 相关的概念股 在四月份 还有表现的空间吗 有时候第二季 还会再轮动一次吗 我想呢 最主要还是要看 整个大盘的一个 一个架构 如果呢 大盘呢 还是一个横盘整理的 一个方式的话呢 它当然 很多呢 过去呢 没有 没有涨到的股票呢 就会比较 比较大的一个 表现的一个空间 但是呢 在第一季的一个 主流类股里面呢 像呢 这个AI啦 或者是 这个军工呢 这些个股呢 因为在大涨之后呢 可能会有呈现 休息的情况 但是呢 并不是哦 看坏它 而是呢 它是有适度的一个 整理之后 休息之后呢 筹码 沉淀后呢 未来呢 还是会有 大涨的一个机会 所以呢 台股呢 今年以来呢 第一季呢 表现的 算是非常的强眼 指数呢 从年初的 14000点到现在呢 准备挑战16000点 那当中呢 法人跟内置的筹码 就是呢 台股第一季行情的 主要的推手 法人筹码呢 并没有多大的冲动 尤其呢 外资在三月底呢 持续的积极的 在买超这个台股 如果第二季呢 外资呢 仍然保持的 现货呢 偏多的操作 那第一季呢 活药的内置资金 也会在第二季呢 继续的一个 大力的来操作 那过去我们节目 预告的像 中华生 宏杰科 以及呢 隆德造船 在这个礼拜呢 都是轮流的 创下这个新高 包含呢 我们最新操作的 这个车用的保险价 6548的长科 也是呢 早盘呢 进场之后 盘中呢 就一路的攻上涨停 那我们会继续呢 复制这样的一个 赢家操作的一个模式 股票呢 都是在大涨以前呢 就先预告 而且呢 买进 市场呢 还有很多股票呢 还没有大涨 那哪些产业呢 是值得留意的 我们都有在这个节目呢 也分享给大家 只是呢 要如何的比别人 提早的上车 而且呢 买进 对着产业和公司 就是要搭配 好的一个买点 的一个进场的买点 才能够赚得比别人更多 当然想跟上的 听众朋友呢 在进入了这个 四月份之后呢 新主流呢 新标股 我已经帮大家准备好了 就等了 廉价回来 带你来进场 下一档的一个 主流标股呢 马上呢 就可以呢 跟上 所以现在呢 欢迎大家加入 我们的LINE的ID 小小鼠 HUNG168 并且呢 在上面留言 6548呢 跟上我们的一个操作 好 那生计股 还有机会表现吗 看起来生计股 最近好像就涨一天 然后呢 就休息一大段时间 好像这个生计股 只有保瑞是持续在亮眼演出之外 其他生计股有点直服 当然 最重要的生计股呢 现在已经转到 所谓的一个 营收表现好的一些公司 像这个 之前呢 六四七二的这个 保瑞呢 当然他就是因为业绩好了 所以他的一个 涨幅呢 就特别的一个明显 他就像我们提到的 像一七六二的这个中化生呢 同样呢 也是如此 都是呢 他的一个 这个一二月的营收呢 是大幅的一个成长 所以呢 这些股票呢 未来呢 还是呢 可以特别来留意呢 业绩成长呢 这些 生计股呢 当然 他们还是有表现的一个机会 好 反之今年的行情 到目前仍然是一个多方趋势了 那多方趋势 我们就折这个强势的族群 来操作 应该是在多方趋势下面的策略 但因为他不会一直涨同一个族群 所以呢 轮动的非常的快速 那听众朋友可能也要稍微 掌握一下这个轮动的节奏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红字的分析师